真的啊 我小時候他們都說 欸那個是戴了假髮的剪場 你小時候聽到不開心嗎 不開心啊 因為小時候會覺得說那是男生 我是女生 我為什麼長得像男生 那不懂說說的只是一個輪廓 一個那個 現在不會不開心 現在不會啊 我是青森啊 我很開心 21歲的肖奈兒王敏淳 是剪場和李一鈞的寶貝女兒 畢業於伯克林音樂學院的她 吹了一口好長笛不說 跟媽媽一樣都有好歌喉喔 從前說無距山海 用999張車票環遊你的未來 多才多藝的她 去年演了TVBS機智校園生活 打開知名度 我看你要寫說回家偷租 對啊 那真的就是一開始進組的時候 其實我是蠻不適應的 因為我們在中立嘛 然後可能我早上三點多就要起來了 然後我都自己開車去 然後就覺得 天啊好累喔 然後可能到七八點才回家 就好累 然後又要背好多東西 然後我又對這個環境很陌生 可能跟演員啊工作人員 都不是這麼的熟悉 然後就覺得好痛 我怎麼會這樣 回家我就哭了 我就說 我不想去 我覺得好難 這樣子跟我爸講這件事情 她就說 這沒有什麼想不想啊 你已經說要去了 你就要把它做完了 所以她也沒有說 安慰我 說啊不要哭啦 啊沒關係 她只是 只是跟我講道理 我覺得這 對我來說是很有用的 我自己也花了一段時間去摸索 說 欸徐念雅這個角色到底該怎麼呈現 講話的方式态度的一些 就是真的花了我一段時間 那有教你怎麼拍啊怎麼演啊 就是要跟你那麼多 她的歷練 所以她只會告訴你說 你要去多觀察人啊 你要去看這個社會在發生什麼事 她不會直接很明確的告訴你說 你這個地方 這句台詞 你要怎麼講怎麼幹嘛 像她跟我們出門 她就是一個很有好奇心的人 她很喜歡觀察 譬如說這個服務生怎麼跟她講話 你有沒有覺得她很習慣 我嗎 簡哥你不要一直在那邊 簡哥快點走 很愛很愛 就可能我們在等個紅燈 旁邊有糖草栗子 他就會走去問人家 他也沒有買他就走 這什麼草啊 這哪來的 這是怎麼弄啊 然後別人就很 很樂意跟他分享 啊這個怎麼弄怎麼弄 啊然後綠的 就走 就走 很好笑很好笑 你會覺得辦法練你那個大方向 會覺得講得等於沒講嗎 對啊 我一開始會耶 但是直到我拍完戲我才覺得 他講的真的很有道理 這對一個演員是真的必要的一個功課 然後你會看到爸爸的戲嗎 他有看過嗎 有啦有看過啦 但不會說特別說 欸他有演這一部我就 8點準時坐在電視前面不會這樣 他自己都不會啊 那你自己的戲會看得到嗎 不會啊 我覺得就是我需要看了 這是一個功課 欸我爸基本上沒有看過我演戲耶 只有有一次我強迫他看的 因為我覺得那一集戲對 對我來說是印象最最深刻的一個 然後播出來之後 其實我跟我媽那天一起看首播的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看然後一起哭 你知道嗎 然後我爸就 很冷靜 他就這樣震著他就這樣看 就我有一幕就是揍了 不要揍眉 不要揍眉 不好看 然後看完之後 嗯 不錯 不要揍眉 完 就是如此的簡單 我覺得他不太想要去 對然後或者是 真的說教我一定要幹嘛 你一定要照我的方法去做 他比較想要就是讓我自己去 開發我自己的一套方法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也好啊 對 對啊 不然我演出來的就是減長2.0 這樣也不好 對 減長 帶了假髮的減哥 那你是不是想要做什麼 那你不算是吵架吧 我覺得會有一點爭執 那我跟我爸真的還好 那我媽可能就對於事情會比較嚴謹 對 然後有時候我們可能就會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就是我這樣子做明明也可以 為什麼一定要給這麼多壓力 然後去這樣子 但是 他也有他成功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得不說 一君姐姐還是很厲害了 那我覺得我媽就給自己太大的壓力了 對 對 輕鬆一點一君 對 OK 對 是 對 你